加拿大疫后经济复苏的步伐比预期慢得多 而疫后初期加国政府大幅增加移民配额 以及大量输入低工资外劳的政策 更令国内日渐高企的失业率持续恶化 总理杜鲁多不得不宣布减少输入外劳 同收紧移民政策而同是英联邦国家的澳洲 都面临同样外来人员过多的问题 但澳洲现在要大量减少 却竟然是外国的留学山 杜鲁多早前宣布 由今年9月26日起 将限制雇主申请引入外劳 包括失业率达6%或以上的地区 将拒绝低薪临时外劳申请 雇主聘请的外劳都不能超过整体员工一成 而外劳就业期限将从两年减至一年 加拿大6月份的平均失业率是6.4% 新移民的失业率更高达11.6% 杜鲁多希望新措施能够减少低薪外劳的数量 并敦促雇主聘用更多本地人 有暗示未来会有更多移民政策出台 不排除减少每年批出永久居留的名额 加拿大被认为是吃老本的国家 不少低薪工作的加拿大人 宁愿在家堂平申请救济 都不愿意打工 加拿大支付 菲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罗斯指出 过去10年 加拿大实际人均GDP 平均每年只是增长0.8% 经济增长处于1930年代以来最差的10年 亦即是加拿大目前近8年来经济最差的日子 加拿大人口近年大幅增长 已突破4000万大关 亦是造成物价、房租和失业率飙升的原因 其次加拿大今年合法的国际学生签证 已比去年减少大约三分之一 澳洲的情况与加拿大相类似 近年大批移民入境令房租价格不断上涨 澳洲明年将举行大选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选民担心大量移入的外国学生和老公 增添房市压力 令移民问题成为选举潜在主战场之一 澳洲当局为此宣布 将在 2015年国阻学生招待人数 靜靜地將國際學生簽證的申請費 從710澳元 增加一倍到1600澳元 即是大約港幣8500元 不過政府減收海外留學生的決定 就受到高等教育界的廣泛批評 指入學人數減少 將對學校甚至澳洲經濟帶來影響 加澳兩地 之前就大肆吹噓向港人提供避風港簽證 承諾盡量接收有意移居當地的香港人 原來就是有姿勢沒有實際 現在紛紛落閘 連多收幾個留學生都無能為力 有意移居的香港人又看到沒有?